也好,欢迎收看3月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台东从110年开始成立四所国中原住民实验专班 课程规划不同的原民主题特色 把原民文化和现代主流文化连结 让孩子可以从中找到自己传统文化与生活结合的能力 特别举办了联合成果论坛 县长饶庆林特别到学校为演出的同学加油鼓励 也希望深刻了解原民传统文化 并且呈现台东省多元丰富的教育面貌 由日本国中原住民族乐舞文创专班带来的精彩演出 学生在表演中也能传达原民的文化意涵 唐县甫今天在艺文中心举办原住民实验专班联合成果论坛 而唐县长饶庆林今天也特地到场为专班的师生们加油打气 上我们四所的原住民企业里面的校 四个校长都说我们非常精巧细节 对原住民事务 然后公共协调 社群整合都非常的有能力 那我们也非常地感谢他们在非常少的资源之下 要去做成上其下的工作 在这里先跟节日校长致上深深的歉意 谢谢你们 谢谢 那当然我们祝福的队伍是非常重要 所以几位老师在无法加薪的状况下 自己超时 然后一加二加三 就是一位老师可能先生家人全部都来帮忙 我在这边也要对几位我们队伍 队伍盛才能够吸引 谢谢你们 谢谢 因为我常听说有些老师把我们家人家当中拿来用 县长也鼓励同学们更深入学习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 寻找自己的根 我们要也谢谢熊保老师 谢谢东大好 愿意在这几年一直陪伴着我们 让学生有更多元的了解 那刚刚教授也有提出他的想法 今天下午 今天上午还有很多的论坛交流 最终其实我们台东非常希望 我个人非常希望 原住民除了我们的特色之外 我们真的要往自己的土地去寻找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跳舞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唱歌 那我们为什么要增进我们的自然 我们的这些 那当我们去慎重追演之后 我们就有更大的力量 能够往前 能够去跟世界各国 我们尝试我们是担导民族的一群 我们能够很骄傲的跟担导民族来交流 我们都是同样的跟 同样的只是说的不同的 用不同的方式 在对大自然表现我们赞颂的语言 先府从110年开始 陆续在北南国中 丰田国中 资本国中 以及大王国中 成立了四所实验专班 课程将原民文化 以及现代主流文化连结 希望让孩子们能够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 找到与生活结合的能力 接着陈安如台东市报道